大家好 很多花友养了墨兰这个时候已经是长花芽了 那么我们的墨兰长花芽如何给它补肥 才能让它的这个花芽寸的又高 开花品质又高呢 首先就是要给它补足零甲肥 比如说这种水龙肥零酸钦甲 我们给兰花补肥有两种读境 第一种是用这个零酸钦甲 按照1比1200的比例对水给它浇灌 大概一个星期一次 这种方法就相对简单 但是通过这种方法补肥的话 完全不够墨兰花芽生长需要 那么同时我们又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 那么就是给它补充叶面肥 按照1比1200的比例对水 以后给它喷湿叶面肥 我们喷水的时候 一定不能让这些水形成小水珠 如果这些肥水形成小水珠 它就会顺着叶芯流到叶芯里面 导致叶芯出现肥害 另外我们还要避开花芽 一味花芽一触碰到肥水 这很容易造成肥害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 来让这个花芽避开这些肥水 那么就是用一张这种纸 以后给它卷成一个纸筒 顶端这里把它折起来 我们给它喷湿叶面肥的时候 直接将它套住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直接喷就不担心 这个肥水溅到这个花芽里面 我们在花期给兰花补充叶面肥的话 最好是保持大概10天左右给它喷一次 而且每次喷完叶面肥之后 第二天最好给它喷一次回水 冲刷掉残留的一些肥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